在上期视频我给大家带来了 暢网所发的5105第四版的开箱 那么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快速配置 其实下面的海绵电我可以不需要 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电源开关 清除CMOS两个USB300 Type CTF卡 然后这边是开孔通风 还有天线 延伸天线的 这边可以插WiFi的直卡 然后天线延伸出来 在这边也有 在这边也有WiFi的天线延伸 还有散热孔 在这后面是两个USB2.0 应该是2.0 然后这个是HDMIDP 还有四个R226网卡 最新的网卡 然后这个是电源 在底部你也可以看到有防尘网 然后这里还可以装个4厘米的风扇 这边是可以敲落的 敲落之后的数据线可以延伸出来 接硬盘3.5寸2.5寸都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开箱 它这个螺丝还是挺长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底部给拆开来了 你们可以看到有防尘网 三个防尘网 我没想到这个主板是黑色的 我还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这种全黑化的格调 那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配置 首先这两条是笔记本的DDR4内存 最高好像支持3200兆赫的内存 还是29335万 然后这个是迷你PCIe插槽 可以接WiFi纸卡 这个是M.2 2280 但是这个速率很慢 只有PCIe 3.0 by 1 另外比较难受的是 这个M.2的固态插槽 它的速率只有PCIe 3.0 by 1 至少要by4才行 不过5105它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英特尔给5105分配的通道 就不够多了 再加上主板的设计 再加上这四个网口的占用 还有mini PCIe的占用 所以说留给M.2的速率就不够多了 好了 开始装机 这些都是三星的 然后这第一条 对 实际上插 缺口没有错 上次卖家送错了SETA线 所以说这次又补发了一个过来 所以说这次我就可以接16TB的硬盘了 这样子 太靠近M.2的太烫了 供电是在插这里的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愉快的搞事情了 这样子 nice 16TB 这个是最终的成品 感觉还行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我现在主要用的系统是安瑞的 这里有个安瑞的引导盘 待会插到USB2.0接口 然后它板定的管理口就是Etherin 所以说这条线是笔记本 接到Etherin接口上 然后这条线就是光猫 光猫连接到软路由的Ether上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联网了 然后再插上电源 插上电源 因为安瑞的它是运行在内存里面的 然后我待会可以直接通过网页后台访问 光猫的那条线我先不插 我先插USB2.0这个接口 然后通个电 通宵了一晚 终于把这些线给理好了 哇真的是太难了 这里还有个电信送的垃圾路由器 线和插线板都在盒子里面 进入精照的 我刚刚呢重装了Windows11的专业工作站板 激活了 虚拟机OP 虚拟机下面呢 我添加了很多虚拟网口 从B20 B21 B22到B23 总共是个网口 然后呢 给你们看一下 接口这边 接口这边呢 我已经把这三个网口给桥结上了 另外一个是问口 就是012我作为任口 然后呢 最后一个我作为问口接光猫的 你们应该听得懂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创建问口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创建问六口 这两个口是在一起的 所以说你可以观察得到 这边 一创商后面显示的是问和问六 然后 在防火墙这边 你还可以看到 问和问六是在一起的 reject 拒绝拒绝 其实你改接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我的IPv6测试已经满分 两个IPv6测试都满分了 在特保ACC这边呢 我暂时还没有打开BBR用读上网 还有这个DNS缓存 晚点再开启吧 我现在并不想开 然后服务这边 在UPNP UPNP我已经打开了 它已经开始自动转发端口了 我本来是300兆的公安线 然后呢 它说可以提升到500兆 那我就提升了 提升了之后呢 没想到可以超过500兆 上传的话没有变 还是40兆左右 接着IPv6测试 我再测试一遍给你们看 好消息 在DHCP这边呢 我习惯顺序分配IP 所以说在路由表这边 你们可以看到 从234567吧 这样顺序分配IP的 好我再讲一下虚拟机子设置 开机之起 名字OP 适合性 我分配了4GB的内存 然后Q35构架 我本来想选S40FX的构架 不过 嗯就这样吧 然后呢 这个BIOS我选择了EFI 因为我后来换成了EFI的固件 然后控制器 我选择了SATA模式 然后后面的虚拟网卡呢 全部都是WORD ILO B20 B21 B22 B23 如果你想搞直通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边 系统设备 在这里勾选 你看这里有4个设备 对吧 它虽然是英特尔的I226 但是它没有识别出来型号啊 它这里还显示的是125C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这里显示的是04版 嗯 所以说我才用的是虚拟网卡 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OpenWRT PRO版的固件啊 后缀是QCO W2 它是可以自由扩容的 可以增长的那个镜像格式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可以拿来给UNRAID用的 以前你们用EXI或者是PVE安装系统的时候 都是需要把IMG转换成其他格式的 UNRAID它不需要 现在是凌晨4点 深感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把它加到OP里面去吧 接下来打开一下谷歌 还可以 Youtube呢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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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